李嘉诚以七则的价格贩售他两个陷害 很多人讲他要获利了结 他要赶快离开 那问题是他到底看到什么 这个事情有严重到让他这么害怕 让他害怕到他要打七则出准 赶快获利了结吗 而我们看到了拜登 拜登在一个跟他自己的支持者的一个募款参会里面 他居然直接指责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说 中国现在是一个地势炸弹 而这个地势炸弹 但是中国这些坏家伙碰到这些麻烦事 可能会做一些坏事情 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闻到了什么 你才做这么明确的指示 而这个图像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怎么讲越来越清楚了 各位朋友们讲 除了恒大 我们看到他的债务已经到了10兆的一个台币 现在毕关元也说 他现在有11个所谓的债券 现在全部已经停牌了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今天让全世界金融代位 所有的金融媒体 非常紧张是 中国有个中职系的中融信托 竟然爆雷 如果今天这个风暴 已经从个人 已经从地方政府 已经从单位 个一的 比如说像医药单位 直接冲击到了银行 冲击到了银行之后 它会产生系统性的风暴吗 而且他现在这个风暴的规模 竟然比2008雷曼兄弟来得更可怕 我们知道2008雷曼兄弟 就是房地北 房地北 他因为这个升息 因为整个房地产的风暴 造成了整个金融界的风暴 现在这样的状况 会不会在中国重演 如果这样的状况 在中国重演的话 中国能够承受吗 难道这个就是拜登口中的定时炸弹吗 而这个定时炸弹 真的会让中国这个坏家伙 挺而走陷 去做一些坏事情吗 两边都是在框框里面也累的 他说我停的不好 他给我抄了我的牌 切了我的罚单 车子停的合情合理 却被莫名开单 大陆地方政府税收不足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 今年对民众开单讨钱的案件暴增 甚至也开始向企业开刀 透过罚款检查查封的方式 以罚征收 我们将全面加强罚款的监督 坚决防止以罚征收 以罚代管的行为 衍生的民怨 北京当局听到了 但地方自主赚钱能力不足 又该怎么办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 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锁定目标 要朝超级富豪们下手 根据报道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 或约谈过的富豪 多数身份是香港或美国上市公司 老板或股东 拥有的海外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 这些人将被课征最高20%的投资收益税 此举跟大陆政府推动的 共红富豪政策方向一致 但颇及到的富豪有多少人 追税覆盖范围有多大 目前仍无法评估 我觉得的确是到了花债的时候 你再不花呀 地方政府都没法运转了 首先第一个要发行一个特别国债 在各方呼吁下 传出大陆政府旧经济还有猛招 预计在未来三年发行 总值约轻台币27兆元的 超长期特别国债 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隐姓债务 然而类似的招数也不是第一次 最终的债务额度数字为何 得看10月下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拍板后 才会有明确答案 东斯新闻综合报道 而且2008年的美国的金融海啸的雷曼兄弟时刻 现在即将要在中国上演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严重 也就是说今天早上的中植系 中植系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资金管理公司 它旗下有一个中融信托爆雷 那你想说这个哪有那么夸张 报警知道中融信托它下面的投资 是投资什么 投资中国的房地产 它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有三档基金传出没办法赎回 就是我在你这边买基金 你要给我利息的 那我说好你没有给我利息 那我要要求你还我本金 不好意思 没有本金可以还给你 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 报警他自己本身有3500亿人民币 他现在为止来说 这些可能恐怕会打水漂 然后整个中植体系有1.1兆人民币 他可能也会打水漂 因为这位为什么他爆雷 4.4兆就没了 他爆雷他会引爆什么 他会引爆挤兑 也就是说我这些钱 你如果有好几档基金 弄不出来的时候 你其他人会不会去挤兑 挤兑一旦形成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滚雪球 这个滚雪球就是类似 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雷曼兄弟 这会让整个中国的房地产 更加雪上加霜的一个状况 最终那是一个完美风暴的形成 完美的风暴形成就是 第一个我因为风控 我的金字细细停滞 因为风控我的房地产 陷入一个瘫痪 因为风控的关系 我的裁员 多数的裁员 我就会非常困难 然后加上中美对抗 我的进出口全部停滞 我的消费也停滞 结果这一路的烧 一路的烧 烧到哪里 金融体系爆雷了 而且拜登为什么会说 中国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因为中国现在真的要爆雷了 好那为什么拜登会这样说 我跟大家讲拜登如果大家记得 血量金属的时候 他2009年的时候担任什么 美国的副总统 他就是负责在解决金融海啸的 所以他当然知道 当时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是看到现在 他有非常强大的记事感 他就是看到 中国现在就是2008年的 美国的状况 所以他才会说 他怎么会讲这个经济状况呢 你说雷迈兄弟的烂摊子 是拜登收的 拜登跟欧巴马收死的 所以他来说这不是好事 因为坏家伙遇到麻烦之后 就会做坏事 所以为什么拜登从今年以来 一直在强化所有的军事设备 强化所有的军事措施 因为他知道中国即将要爆雷 而这个爆雷之后 保险我跟大家保证 这个爆雷一旦爆了之后 中国经济绝对会非常非常之惨 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上海股市 现在香港股市刚刚讲的 已经跌跌不休了 而且他的汇率也不断地下滑 现在更惨了 没错 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爆雷的时候 香港股市一口气的话 最高跌了2.4%左右 那虽然尾盘有点收回 那中国股市也是这样 你看到中国股市的这个状况 还有香港股市的状况 其实都不是很好 甚至连人民币也一直 不断地在往上扁 所以现在等于是 中国的所有的数字 都相当相当的糟糕 那他最最微妙的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 这几天习近平一直都没有人影 对不对 那人民日报还弄了一个 叫做你这个 你领导者要什么 以身作折啊 那想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敢讲 领导者要以身作折 因为有人解读 现在华北东北水患这么严重 以前只要中国发生水患 不管是总理 或者是这个国家主席 一定会清零现场 清零前线 就总理不见了 国家主席不见了 所以你没有发现 最近中国乱成一团 你看地方 地方很多这个灾难不说 现在金融体系在爆雷 然后房地产一直在跌 然后另外外交体系出问题 军事体系出问题 人民日报居然还出来说 这个领导人要以身作折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是完全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的时候 最严重就是这个雷曼兄弟时刻 真的来到了 你不想我都不知道 这个忠实器有这么严重 而且为什么这个雷曼兄弟时刻 终于来到 主要是这样 中国过去在炒房地产的时候 房地产 我建商 我需要钱 我需要钱 我跟谁借 跟银行借 跟银行借的时候 问题是银行不借给我 他们觉得说你的这个 带账比 我有个比例 好所以中国有一个巧门 就由这些信托公司 他们去投 他们去成立一档一档的基金 你看 他有一档一档的基金之后 卖给投资人 然后投资人呢 我拿到钱的时候 我去投资金融 我去投资房地产 那不跟房地美 房地美一样吗 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跟雷曼兄弟一模一样 所以那你现在就怎样 我投资那些问题是 宝洁我跟你讲 他们投资人都是烂东西 就是有点类似美国的次级房贷 那因为银行 绝对是最好的房贷 这些是最差的房贷 所以爆了之后 这些会首先爆 所以这些爆了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爆这件事 因为主要有三家公司 中国的上市公司 一个叫湖南金箔探数 一个叫南都物业 另外一个叫咸恒国际 他们在晚上 11号晚上公告说 我们有跟这个中融 买这个产品 你看这中融的这个 这个农程一号 然后这些产品 我们居然收不到钱 然后收到钱 我就说我们要提醒说 我们可能这个钱拿不回来 我们会对我们造成财务的问题 所以他们三家公司公告了 他们这不是一般人公告 是三家公司 而且跟大家讲 这些产品不是一般人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买的 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 中国的上市上贵公司 还有中国的大咖 他们在买那么多 就现在完全绑在房地产上面 这个炸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 这会非常非常之严重 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 对 也就是说今天房地产业者 跟中融信托来这个贷款 可是中融信托就花了这么多的 这些这个债券 花了这么多的基金 这么多理财商品之后 我就又卖给什么 湖南金箔探数 又卖给南都物业 又卖给闲坑 那他们再卖给其他所有的人 那不跟老鼠会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 他今天就是为什么会爆雷 就是因为 他每年给你6% 7% 问题是我脚没办法给你 所以我就说我不给你 不给你之后 我连本金都还不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他投资的这些金融 这些所谓房地产爆掉了 所以就变成是一关卡一关 所以才说 现在中国的金融业 或许不会有事 但是这些理财商品 我跟他讲 绝对会爆了一塌糊涂 这才是真正的正央之所在 这就是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恐怕真的已经来临了 可是中国过去也碰过一些金融风暴 比如什么P2B 有人去什么南京 有人去什么湖南抗议 他不都青州以国外重山吗 现在大家怕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几对消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这样说 我刚才讲 他们不是去投资非常多的相关的产品吗 你看 他的这个投资产品 中融信托的这个荣誉100号 他就是直接去投资华夏幸福 另外一个 他还有一个叫中融的这个丰腾83号 他是投资这个融创武汉一号 然后包括说像还有另外一个 他就投资天津的融创新药五周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 直接投资建案 他们理财商品是直接跟建案完全连接在一起的 宝贤这个建案都盖不下去 都垮了 都垮了 都垮了之后 这些理财商品怎么办 所以你刚才讲的 那这些所有我们讲 我们讲台湾发行这叫基金 全部都归零了 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市场现在你看 他直接用他的基金去买了这么多公司 你看很多很多公司很多建案他都买了 所以等于是说他其实 招了大家的钱来之后 他去买了很多的这个金融 很多的房地产的东西 这些都在全民的身上 所以你看事实上 我们就讲 中国其实有限制说 你金融股不要再给我增加 所谓的投资房地产的比重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中融信托房地产的基金 你看他最高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从曾经有18%都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所以中国真正房地产的正央中心 会出现在这些信托基金公司 这些信托公司非常非常多 那你知道第一个时间马上很多信托 完全出来说 我没有跟我没事 你看包括说光大 他就说我没有 然后五矿国际 我没有 中航信托 我没有 可是宝洁我跟你讲 这传统商业还没开始 因为为什么 我不是只有我投资这个 就会挤对了 大家会投资一样的商品 我今天我撑不住 你可能也撑不住 所以这就是一个滚雪球 现在开始展开的时候 一旦我逼着说 我一定要给我还清楚 他只能够加快去 把原本还好的东西 他或许要卖掉 这会让整个房地产的景气 加速的这个下滑 所以我才说 这绝对会非常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物质不灭 你欠钱就是欠钱 欠那么多钱就欠那么多钱 如果恒大负债一点 一点一兆多 碧桂园也一兆多 万科也一兆多 绿地也一兆多 你这些发展不出来 他就一定报啊 那他好 那他既然有这么高的负债 那到底是谁借他钱 能够活到现在 就是这些基金 所以现在才说 现在这些基金 可能会非常非常糟糕 那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最糟糕是什么 中国呢 这个这次爆雷叫做中融 中融集团 中融信通在这个地方 他往上 他还有一个叫中资体系 他是大概三千多亿的这个资金 恐怕会有这个锻炼 或是爆雷的可能性 但是他是1.1兆 1.5兆人民币啊 抱歉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个只有一家 还有很多家 都可能是这样一个压力的 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我才说 中国的压力会非常重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人家爆说什么 你明明了 这个中资出问题了 在今年五六月 就已经有说这样子了 五六月之后 结果你知道 保洁他们在做什么事 他们在快要爆发的时候 最近还在拼命吸睛 我们没有问题 你赶快起来 还给我过来 但是还有人说什么 他们里面 你看 我最要的 七月底就已经有人写了 写了之后 但是大家 他还在拼命吸睛 所以你说 七月底就有人发信 跟他的投资者讲 我觉得这个还有良心 对不起 我已经尽我所有的力量 但是你们给我的 你们这样我投资的钱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 七月底就已经有人写了 写了以后 他是十一号报的 十一号报的时候 十号哦 十号还有人在吸睛 对 那甚至还有时候 他们单位的领导人 买了九百万 那甚至还有那种老年家 买了非常多 所以等于说 他现在要报了前夕了 他拼命吸睛 这有点像当初的老鼠 会的一个状况 那好 现在就是 现在整个报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压力 会相当相当之沉重 所以你就知道 这目前为止 我本来不懂 听你讲我都紧张了 那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这个金融学来都说 不行 这次一定要止住 这样一个状况 甚至连中国内部 都已经传言说 因为这个中融 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立了 相关的危机小组 要专案来化解这个问题 我就讲 如果你传导到金融机构 那个效应 是非常非常之巨大 恐怕 如果真的爆雷的时候 是谁都止不住的一个状况 都难 都难 现在都难 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您个人 我没什么大挑战 我现在退休了 我最大的挑战 我希望能够 为沟通 为交流 为技术的发展 为年轻人的成长 在今天这样形式下 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 更有效 我的挑战再大 也没有很多 在岗位上的人 大 这是马云 讲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难 都难 都难 现在都难 我现在没有挑战 我为什么没有挑战 因为我退休了 所有在岗位上的人都难 现在中国的经济 有这么差吗 现在的中国工作环境 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甚至现在有人看到 连马云所在的杭州 以前是认为 是大数据的一个中心 阿里巴巴的总根据地 现在杭州都萧条了 对 我们先给大家看 马云的所在的杭州 杭州过去 其可以说是整个东国 最高科技的城市之一 各项的电子数据 电子支付 甚至包含天眼 甚至他们交流系统 都进入AI 还去做违控所谓的调控 这是杭州 对 这是以前的杭州 真的是一个所谓的超级科技成统 可是现在的杭州非常冷静 给大家看一下杭州画面 他的街边 他的路边一片萧条 那人呢 人真的都不见 整个杭州现在状况 比我们想的产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路边的店面不只关门 连房子都大量抛售 连街上的车子也越来越少 抛售 对 我给大家看杭州是怎么样 杭州以前是成绩什么 房价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 当时是义乌南球 现在要抛售 对 什么叫义乌南球 我给大家看 以2021年12月为分水岭 你看这灰色是成交数 蓝色是抛售数 你看杭州过去抛售数都很少 一点点 一点点 成交量都很大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以2021年12月开始 整个杭州死亡交叉 大量的抛售 蓝色的部分 而且杭州的抛售房子是什么 它不是七则卖 不是六则卖 是五则在卖 五则 我给大家看这个 阳光蔚来城 max三四两厅 然后89.55平方米 你看他一瓶卖多少 一平方米卖多少呢 三万五千块 可是他多少钱 说六万五千块买的 所以很多人来说 六万五百 三万五卖 对 几乎就是腰斩的数据 而且不止抛售 抛售非常非常夸张 另外连房仲都不好卖 以前他房仲说 很大为啊 你拿了现金 我才带你看户 他说我现在看一个客户 客户迟到一个小时两个时间 我都等 我没有在等的 我没有在不等的 反正我没事干 对 你知道愿意来 反正我没事干 我就来看 所以我就问个马云 问一件事 因为马云看到他的杭州 他过去那个科技城 他是不是要连续讲四个都难 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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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难 不是 如果连杭州都这么糟 那其他地方怎么办 对 所以其他地方更惨 现在第一个 武汉市政府财政局 登报催债啊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对 债务公告吹债啊 然后里面有统一集的 那当然台湾 是台湾统一吗 他们说不是嘛 不是 但是就很像嘛 还好 还好 我们先留下来 可是问题是你看包含呢 武汉电力公司 武汉造纸 武汉二厂 一大堆喔 那这些东西很多都国营的 对不对 最夸张的 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 连财政局都欠债 对 让我们看到最夸张的是 各区的汉南区财政局 新州区财电局 他叫国库科耶 他连国库科都欠债 那请问你怎么办 然后呢 这黄坡区 江夏区等等的 都欠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 他们连杭州都开始萧条了 杭州房子都在叠价卖了 然后武汉是登报卖的 那大家会问到底 中国现在有多产 他们现在讲了 三省三市养全中国 什么叫三省三市养全中国 三省三市 对 就是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地方 他说现在整个中国 有债赚到钱的 只有上海 天津 北京 这叫三市 三省叫做广东 正江 这三个省 其他全部都负债 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 我等于是把所有的未来 都压在三省三市上面 可是这东西 人家不可能扛得住嘛 所以他们才讲说 三省三市如何救中国 那现在来讲 那整个中国 年轻人现在面临到什么东西 叫做找工作地狱 因为刚刚马云不是哭吗 现在人连阿里巴巴 都面临到大裁员 所以马云才会说都难 他说他已经退休 是现在人才面对到很困难 你知道吗 因为阿里巴巴 到现在都不承认大裁员 对不对 我们找到非常非常多 内部的资讯了 包里阿里巴巴大裁员 百分之二十%左右 包含内部的讨论区 来你看哦 杭州某大厂裁员进行时 这次比例不小 杭州找工作要地狱级的难度了 所以变成阿里巴巴内部裁员 是什么东西 我把你交款 你下一签我给你N加3 N是什么 你年资假设15年 我加3嘛 这就变18个月 那你如果想等几天 思考看 那就N加2你少一个月 那如果呢 你等一个月 你等一个月 那就变成N加1啊 所以说 现在连全中国最好就业 税收最多的地方 都出问题了 都出问题了嘛 所以呢 现在变成说 如果连杭州阿里巴巴 基本上能够进阿里巴 过去都是人中之后嘛 最好的学校 包含达摩越 那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对不对 不好意思 现在全部都裁员了 所以有人就会问 那到底中国整体的经济 有多惨 因为我们刚刚都是 看一些点啊 一些点 到底整个点 连成线连成面 到底中国经济有多惨 我跟大家讲 中国经济的今年 比2022大封城还惨啊 这是非常非常 比封城还惨 对 好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 媒体统计出来 中国企业的利润 蓝色的数字 是利润总额增数 黄色是营业收入增数 只要讲蓝色的利润 你看哦 从今年1月开始 不减反正反正断崖 原本都是利润 减一点多% 减两点多% 减二点多% 减四点多% 就在今年1月开吹的时候 一扫利润少了22.9% 隔一个月少了21.4% 隔三个月少了20.6% 换句话说 这个利润是断奶色的下降 完全没有随着开放 完全没有随着与病毒共存 让这个企业回春 我不只利润断奶色的下降 我连营收就是黄色这条线 也断奶色的下降 是断反价 解封没有用 对所以这是很夸张 就是说我们之前在那边跟大家报导 非常多去年中国的产款 对不对 拍赛今年更惨 解封后才是真的寒冬的来不及 哪位马鱼要讲都难都难都难 现在都难 看起来你的就业难 你的营运难 现在你的房租现在也难 还另外就是当你的地方政府都没钱的时候 就出了很多的怪现象 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一大堆收割机 上百台收割机卡在高速公路的画面 现在习近平不是要退林还田吗 对习近平退林还根吗 对习近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粮食收入 对不对 可是既然被人家拍到这个画面 你看这红色的全部都是收割机 这些全部是收割机 你知道为什么卡在高速公路上面吗 因为执法人员说你这个收割机太宽了 我不让你下去 你下去的话你要先罚金 要先罚款 要钱 对那可是这些事实际上的买减嘛 对不对 买减我就僵持不下 这些收割机僵持不下 你就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看地板其实是湿的 对不对 这里其实是在下雨 所以呢 后面的一大堆的大卖 你看全部都发生 卖子发芽了 就这个全部都发芽发美的画面 所以变成说这个地方 抢钱是无所不用其机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问题 真的由上到下 有那些都是问题 如果我们在中国要找一个企业 来反映中国景气的融合的话 那当属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就等于说 今年业绩好不好 就代表中国这一年的景气好不好 阿里巴巴的整个营销 代表整个中国消费力 到底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但没有想到 即使是阿里巴巴 现在都面临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现在法国世界报居然讲 阿里巴巴帝国的解体 甚至它是一个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阿里巴巴现在营运居然面临极大的一个困难 而这个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呢 到了 它现在高层居然大地震 我们也讲到的 之前它的很多的已经离开的 现在就慢慢回来 连马鱼 马鱼都回来说 我们现在要从天猫回到了淘宝 也就是过去我们是直营的 那是比较价高的 现在我们还是要去拼价格 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来负责 等于说这个压力大到 马鱼都要出差 更不用讲 它的左右走下 蔡总益 也要回来掌管整个阿里巴巴的一个集团 如果连阿里巴巴在这个消费市场 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都面临了一个生存的危机 那现在中国的消费市场 中国的景气到底面临多可怕的危难呢 我们来看一个国家到底强不强盛的时候 都要看它最重要的公司 譬如说台湾的台积电 假设台湾台积电的股价腰斩的话 你就知道那是多惨烈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跟你讲 阿里巴巴就是这样 阿里巴巴在最高市值的时候 曾经来到美金是4400亿到4600亿 现在只剩下2300亿 腰斩 腰斩 而且你知道 他为什么会说他是解体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还是不断地对付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现在在中国被迫拆成六个公司 六个公司来说 他就是要这个阿里巴巴发展受到限制 甚至对阿里巴巴来说的话 我们啊 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公司撑不下去 他怎么办 把创办人再重新请出来 阿里巴巴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他不能够请出马云 因为中国高层不愿意看到马云出来 所以现在你看最新的动作是 他把蔡崇信找出来了嘛 你看他 蔡崇信不是在美国搞NBA的吗 对 问题是 现在阿里巴巴已经遭受到重创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阿里巴巴的第一号人物是马云 第二号人物就是蔡崇信 现在蔡崇信重新出来 接掌什么阿里巴巴 你看这个原本的张勇这个卸任 所以你看勇于挑战 因为相信 现在由蔡崇信重新接任 这个阿里巴巴版图全部都是大重整 也就是现在呢 马云在幕后 但是目前就是由蔡崇信 他们现在这些创办人 重新回到阿里巴巴 因为阿里巴巴真的面临到 前所未见的挑战 所以事实上讲 阿里巴巴现在高层出现这个大地震 现在的高层出现这么多的一个 指挥的一个转换 代表他们面临了真的是天大的危机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 现在的盘面上是蔡崇信 但是马云最近他又回到杭州去了 回到杭州 之前他都不能够进到阿里巴巴 但是现在他又进去 你看五月的时候他又开了一个 他召集这个一场 这个滔天集团 也就是他们这个阿里巴巴集团 所有的开始开会 他开会说什么 我们要大胆干要创新 然后谁有阻力 马云说他来解决 也就是说马云是后面那个人 那现在台面上就是这个蔡崇信 他真的还讲到嘛 中国的经济下行 消费信心不足的时候会持续 淘天集团面临的经营 竞争局势十分严峻 所以这是马云讲的 马云讲出中国经济非常糟糕 你就知道其实 他的这个目前的天猫跟淘宝 天猫跟淘宝 面临到相当大的压力 而且他特别想到说 现在连整个阿里巴巴的经营策略 都要经营改变了 因为刚刚讲的 以前被我卖淘宝 很多讲你很多假货 你很多东西根本就是伪装的 是A货 根本不值得信赖 所以我就搞了一个天猫 天猫搞了一个质疑 把我的规格拉上去 他没有 我现在天猫这个 本来是阿里巴巴集团 要去拉自己的规格 取得消费者信任的 他说没有 我还是要回归淘宝 还是要用价格来取勝 那为什么他 他讲的非常夸张 前几年的万达不是有说什么 要活下去 他居然也类似讲这样的话 他讲什么 Nokia和柯打 急胜 然后就直接急摔 然后柯打也是急胜就不见了 他举这个例子 所以显现他有很大的危机感 他如果说现在不改变的话 可能公司会有问题 而且他讲得很白 他说从标杆到死亡 只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他当然讲得非常多 像譬如说回归淘宝 回归用户 讲得非常多 但你知道从马云的所作所为 跟目前阿里巴巴再重新调整 告诉你真的很大问题 那为什么很大问题 主要因为第一个 中国经济在下滑不说 你看整个淘宝跟天猫 整个市占率不断的下滑 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有50%左右的市占率 现在已经下滑到 这个目前为止 已经下滑到 大概越过三十几 四十几 到2035年还会继续下滑到 所以为什么下滑呢 这个很可怕 我少了15%的市占率 那为什么下滑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现在第一个 中国经济在下滑之中 在很多竞争对手出来 你看拼多多 然后京东 然后包括说像TikTok 也进来做这个电商 TikTok也卖东西 小红书也进来做 还有快手都进来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饼没办法扩大 过去一段时间你看 天猫跟淘宝 曾经想要到海外去 问题在海外进军不了 没有 现在大家都不要让你了 他现在只能够在 中国内部里面自己竞争 这已经在关起门来 杀了一塌糊涂 所以整个内卷的过程里面 大家全部都是遭殃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 现在的中国的市场 或中国的企业 已经失去了 向外扩张的动力 当我没有办法 向外扩张的时候 我就在内部自相残杀 那你看 我们讲 为什么中国经济 真的出很大问题 如果照理说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 是大家都好 但是现在实际上 大家在互相抢大饼 现在为止来说 谁最厉害 拼多多 拼多多第一季的收入 成长了58.1% 所以成长最多 但是京东跟阿里来说 他们只有成长2% 所以就说 现在比较好的平台 现在面临到非常大 因为他们都卖正货 卖比较好的产品 拼多多其实就是那种团购 然后低价化 低价 在城镇那些乡镇 二三线城市 现在它反而比较好 所以告诉你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开始消费 紧缩 他们宁愿买低价的产品了 所以 现在在中国 价格是王道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很简单 你要看中国的景气 你只要看 譬如说双十一 王姐我们知道过去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 你就这样双十一 每次都请大牌艺人 港台艺人 国际艺人 然后在那边讲 然后马上就说 我们今天又刷新了这个记录 可是后来京东也说 你搞这个 那我也要搞一个 但京东不可能跟你搞双十一 他又有一个618 618是什么 京东创立的日子 就618 所以我们要618的购物检 虽然他现在大力的这个吹 这个618 结果你知道 今年很罕见 中国的官媒还开始 给他吹捧618 他说618是促进消费潜力 释放的重要节点 是检验消费复苏 成色的这个试金石 所以你看官媒 还说房有知情 对 官媒这样说 就你知道这一次 京东 因为你官媒都讲 京东 天猫 淘宝 拼多多 全部都开始 他们拿出双十一的 开始出来拼啊 他们现在开始拼是 拼了 他们这次都下了非常多 你看 折价很大吗 京东马上就看 他的这个logo 家电超低价 然后买贵 我给你双倍赔啊 所以你买贵 我给你双倍赔 他完全弄出非常多 他说这是史上力度 最大的一次618 你看 天猫 淘宝 大家全部都来 大头录这样一个状况 连小红书啦 抖音啦 还有包括说快手 全部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来说 官媒都这样说 要检验 检验消费复苏 成色的试金石 那我们只好拼了 拼了 务必要有好的 这个结果跟成绩出来 结果你知道 大家都拼命的这个 这个补贴 补贴 补贴非常多 我看了我都觉得很夸张 保持人看 这是iPhone 14 Max Pro Max来说你看 原价是7999人民币 他说你买啊 你来买哦 我给你折价1400 还可以折价 可以折价啊 而且折价幅度很高 很大 一台iPhone 14 Pro 一台这个8899 我给你折1400 然后还有折1600 保持人这根本太夸张了吧 这完全你看 京东你看 你只要点赞 就可以折1600 还有折1500 还有折700 完全 最多可以 折到2000 2340块 8000块 你折了2000块 那已经打了 这个约末是七折的 这个时候 再这样 他不止只有他 他还说什么 你买的话 我们马上给你什么 买贵的话 如果你查到另外一家 价比我更贵的 我马上双倍赔给你 还不止这样 他有什么 小家电的这个促销 他小家电的促销 叫做旧换新活动 这旧换新是 你可以把你的家里面的旧的 拿出来换 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 饮水机坏了 我拿出来换 我说要换什么 我可以换任何东西 那他怎么夺康 你看这夺康就是什么 这个影片在叫什么 他很多旧东西 都把它全部回收 回收出来之后 就看可以换新的东西 二手货还可以换新东西 那他就这样讲说 我丢掉不要 他就能不能把他捡回来 那这告诉你什么 这次真的中国的 所有的电商是拼了命 要推销这一次的这个产品 那618应该效果很好啊 而且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你知道他们过往 如果真的好 就马上就宣布说 我们赚了多少钱啊 真是到目前为止 京东的说法是说 我们这次618成绩非常好 但是问他多少钱 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统计数字 怎么可能啊 不能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可能真的非常糟糕 那为什么非常糟糕 我们看几个数字就知道了嘛 你看 因为618照理说 如果这么夯的时候 网路大家应该吵翻天 都没有人在讨论这个618 那杭州 因为杭州算是他们电商大臣 在杭州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讨论什么 大家讨论什么 大家讨论618 因为那天有5月天的演唱会 大家反而在讨论5月天啊 而且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者 叫吴小波 几乎他写的书我都会买 他居然怎么讲 吴小波居然讲 今年618 投入最大 割裂最大 动静最小 大家都已经摆明了 就是说 我跟你这个互相的抢夺 但是没想到 水破不行 我投入最多的资源 我跟你最多的折扣 可是引起的反应最小 对真的啊 你看杭州大家讨论 反而讨论5月天 没有人在讨论这个618 好那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给大家看嘛 因为618他们都会准备什么 比如说仓库里面 一定堆大麦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外卖小 外送小哥一定都准备好 快递公司都准备好啊 就没想到这是快递员 他们的办公室 他们说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都是空的 我们想要送都没得送啊 他说没办法 他说去年618已经够残了 去年618是他那时候还在解封的 还在刚解封的过程 现在他说今年跟去年 根本没办法比 更惨 对更惨 所以他现在很惨很惨 他说今年 今天9点上班到3点了 连送货车都还没有来啊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多惨啊 都没有了 好那不是只有这样 卖快递小哥就说 去年更惨 跟上个月比都是没有东西送 现在半天就没有货送了 已经开始兼职 他这个快递小哥 已经开始在送这个外卖了 所以那现在整个状况来说 真的中国人消费力道 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更差的一个局面 所以难怪 现在京东的股价在618 以前阿里巴巴每次双11的时候 他股价都会狂涨 结果京东的股价在618之后一路狂跌 京东的股价就一路的往下跌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怎么样吗 原本我们知道 刘强东 因为之前他曾经捲入一个性侵案 在美国处理这些案子 他现在可能也要回去了 他之前可能没有当这个京东的这个系统 他现在传言他准备又要回去 回京东了 京东的这个刘强东也要创办也要回去 那叫马云的这个创办 马云当然中国不会让他回去 蔡崇信 但是蔡崇信出来 所以他要告诉你 老将重新出来 你知道这个局面到底是多么有风雨飘摇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包括马云 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说了 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都是往下走了这个情形 所以告诉你一件事 老将重新出山不是好事 对中国来说 经济下火的压力是相当相当剧烈 好 国内 我今天才知道 中国有一个名称 三省三市养全中国 也就是 你现在看到武汉 整个是经营的富丽堂皇 还有这么多的建设 我们看到云南 我们看到贵州 全世界全部最伟大的交通工程 最伟大的桥梁都在贵州 跟你说他们都是饮食贸梁 在中国其实干嘛 就只有北京 天津 上海 三个市 那样的江苏 浙江 广东 三个省 是这几个地方 养全中国 就现在连这几个地方都没钱了 骨牌倒了 对 为什么武汉会发生讨债事件 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长期来就是这六个省市 在养整个中国 其他25个省市 每年都是负贡献 等于他都没有上缴税去给国家 靠这六个省市缴钱去 你说只有这六个是养别人 其他都靠人家养 对 像北京跟上海 一年大概都可以缴 9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 不等广东一个副省 大概有5000亿人民币 浙江跟江苏这两个 差不多也是两三千亿 那每年都上缴这么多钱 给中央再发下去 给各省市去养 做所谓的投资 跟民间的所谓的 鼓励民间 如果这些省都不愿意投资钱 就很麻烦了 所以说 今天的第一个股牌 是江苏 江苏在去年 还缴到2900多亿 可是江苏现在想 我自己都活不了了 我自己的税收都少了 所以江苏 今年只缴了900亿 少了2000亿 所以江苏一看发现 我每年都缴2900多亿给中央 结果其他的省都摆烂 他就去看河北 你河北一样 有钢有铁有矿有煤 你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省 我江苏靠的是制造业 再来我看武汉 武汉你也有钢铁 有水泥 有汽车 有半导体 长江储存在那边 还有光谷 东风汽车跟武汉钢铁都在那里 你税收应该比我多 结果你这两个省 一年给我亏1000多亿 等于拿我的2000多亿 去补你那1000多亿 当然江苏今年就耍一个尖招 就是什么 我的税出跟税入 本来我一年大概省2900多亿 我干脆直接自己把钱花掉 花掉之后 我上缴900多亿 结果2000亿呢 2000亿自己花掉啊 就没了 自己编列预算去补些 而且现在江苏也很困难 是我们知道江苏有一个昆山 那个是台商聚集的地方 现在连昆山很多台商都跑了 如果你都跑了 你的税收怎么来 税收 现在连江苏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你看江苏增加2000多亿的支出 等于它吃掉 原本可以上缴给中央的税金 这个现象是全国独此一份 可是现在大家怕的是什么 如果江苏这样干 我广东看到 我要不要这样干 我是增加支出 上海的 我浙江也要这样干 上海我也 我省吃俭用 我拿给别人用 何必呢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为什么武汉 一定得要干这些事情 武汉这三年来 亏空1300多亿 现在等于是 有点像雍正时期 在所谓的吹缴国库的欠款 全部都是国库的欠款 而且都是谁拿走的 都是国营事业 这代表什么 有人上下其手 除了卯吃眼糧之外 结构出了问题 怎么会里面 财政局都欠钱呢 都是国营事业跟财政局 还有国家的科学研究院 这代表什么 1300多亿其实是你 把他烂支出 或者是直接把国库给亏空掉 所以你武汉不去吹钱 湖北省不解决问题 我江苏为什么要拿钱来养你 我自己来亏空不是更快吗 所以之前云南才就跟上海喊话说 你赶快来救我 可是上海讲 你自己干了那么多的建设 你把自己搞了那么多的钱 结果要我上海去养你 贵州 广西 云南 这三个还是穷者就算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些 制造业不发达的地方 如果中央去养他 边疆地区还算说得过去 可是像湖北省武汉这样的地方 其实你1300亿都要追回来 所以我们的统一集团也列在里面 统一集团的总部确实就在武汉 当然统一马上出来否认说 这个统一不是我那个统一 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查下去 是不是真的我们那个统一 还不知道 但是这会代表一件事情是 武汉他必须得要解决 他税收不足还亏空的问题 代表怎样 全中国各省市都没有钱了 因为没有人要帮你填补了 所以好日子过了 我们刚才看到所谓的 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少了20% 利润一直往下砍 这代表什么 大家都在赔钱 消费力完全都没有 所以车市竞争 一大堆车厂全部都倒光了 中国好声音里面的爱之汽车倒了 还有以前热市很有名的拜腾 这些汽车厂从三四月开始完全都没有争议了 所以这也会造成一件事情 不止马云开始在喊难 连欧洲企业也会喊难 欧洲企业 失业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欧洲企业会看到说 我也不敢投资 中小企业完全关掉 所以外上会说什么 在中国的好日子结束了 一旦好日子结束之后 就会变成没有人敢投资中国 那他整个经济萧条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也难怪 亚洲金融这个媒体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创造财富的速度 跟不上浪费财富的速度 也就是很多人饮吃卯粮 很多人滚来吃病毒走 你把国家给拖垮了 对 以前还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都有赚钱 经济是一直往上 还没有问题 现在经济完全是往下掉 而且制造业利润掉了百分之二十 收不到税金 所以看到贵州这样干 昆明这样干 上海当然会不开心 看到武汉这样干 你看他还补贴半导体 对哦 红星半导体就这样没了 对 他还补贴半导体 就这样没了 还登报去讨4.4亿 那对我苏州来讲 我为什么要拿我的钱 江苏为什么要拿个钱来养你呢 所以整个中国 如果只靠三省三市 最后会怎样 三省三市 大家自己 我先把钱花掉 我自己先保命再做 那整个中国完全就没有人要缴税 没有人要缴税 会怎么办 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好董事长 你之前曾经讲过 中国就靠什么 一些有钱富有的城市 省市去养没有钱的 我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 只有三个省 三个市 他就要去养全中国 三个省就是江苏 浙江广东 上海天津北京 就这六个地方 其他全部都在赔钱 还更严重的 现在贵州昆明 武汉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 包括海南 这几个地方的中纪委 通通开始被抓 连中纪委都被抓 这一轮全部在抓中纪委 尤其这个贵州 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建设 怎么回事 这烂尾楼 烂尾工程怎么盖出来 都是千亿百亿人民币 而其中都有中纪委介入贪污 在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影片 其实叫做大国工程 大国工程有很多去拍贵州的桥梁 富丽堂皇都是世界等级 就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等级的桥梁 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现在也被认为 根本就是上下其手 所以现在这一波是 现在是习近平 等于刚刚新军就任 开始在清算的对象是谁 是习家军的中纪委 然后这些中纪委 都在贫穷的地区担任过书记 担任过首长 然后担任过中纪委 有些是现任中纪委 然后判十缓的 大概不下就七八个人 已经开始在判决了 速度快得不得了 所以表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表示他们的国家财政 陷入极度困难 后继无力 结果你中纪委 跟在里面贪污 结果你这个国家怎么搞 所以他的这个 整个财政平台已经崩盘了 那现在就国际不谈 那出口也产生困难 投资也产生困难 那都是看长期 但是短期的这些贫穷的省份 根本就是已经到了崩盘的情况 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对 之前贵州角 我已经发不出钱来了 之前我们叫做黑龙江 公车都发不出去了 所以说我现在讲的问题是说 这些开始已经被拿起来开刀 不要忘记 以前贵州省的书记 前任书记是谁啊 还有赵乐际啊 赵乐际也是 这几个都是陈明尔跟赵乐际 这些人通通都担任过 这些主要省份的书记嘛 对 就接任的人通通被 现在全部被抓起来了 所以到底在抓谁呢 到底到底那一步在斗争 因为中共的斗争 他不会说你贪污我抓你 不是那么简单 他一定有一个政治的意涵 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一波的斗争 为什么今天马云说难啊难啊 都难 都难 因为现在不是说 光是说要你去赚钱而已 是要清算你的财富 他现在知道 我现在要把你民营经济 搞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了 他搞什么 他就直接把你的贪官的钱 抓出来就比较快 对 所以现在开始在做 政治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才是现在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目前的 那不就人人自为了吗 通通人人自为 然后在 即使你现在已经贵为 这个整个政治局的委员 本身都担心你旁边过去 你的幕僚 你的前任后任 会产生相关的贪污 而且都有 贪污的情况都不是很大 我看到这一波报告出来 最高的两三亿人民币 以前是有这个 几十亿的人民币的 现在没有 还有几千万的 然后一判刑 就是我看了好几个 就是到了这种领导级的 全部是 就是判死刑 缓刑两年 大概有四五到五个 全部死缓 非常严重的 充满了整个的 速杀之气 就是在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发生 出现了这些新的名单 而且相信 后续的斗争 还在发生中 非常恐怖 如果你降级降准的情况之下 你等于是给企业减少了 他贷款的一个负担 成本 对 那企业就会愿意 就是说 从银行借出更多的钱 来进行相关的投资 其中有个产业最明显 就是房地产产业 本来照理说 这应该对房地产产业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开始可以借更多的钱出来 盖你的建案 而且买房子的压力也变小了 也变轻了 然后还款的压力也变轻了 没有想到你知道 这个讯息公布之后 既然中国的主要的房地产的股票 都呈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碧桂圆跌了5.08% 然后华润的质地跌了3.06% 然后龙湖集团也重做了快要5%左右 一面呈现下跌的状况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其实你这个本来是注资 希望可以带动 让这个火车头天才火 房地产可以持续的 来带动经济这个部分 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也就是这是华尔街日报所说的 本来我5年期从4.6% 我一直降到大概4.2% 我现在的1年期从3.8% 大概也降到了3.6% 我把这个大量的降息 降息就是让整个经济充满活水 可是没想到我进去以后 股市也没涨 房市也没涨 消费也没有增加 可以说是大家全部都是 呈现一个激动的状况 你手上有钱你也不敢花 然后你不敢花情况之下 你就没有办法刺激你的就业 你也没有办法刺激你的经济活络 所以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是 对于整个经济来看 每一个人都是呈现一个悲观的 你没信心 没有信心 它就会变成掉入日本的 失落30年 照你这样讲 中国已经把白猴腾都怪下去了 我今天因为景气低迷 我因为消费不振 所以我离降息降水 这么大的 我想大量的一人民币 结果最后一天的白猴腾没好 完全没有效 本来他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 不断注资的方式 可以重蹈2008年 有没有 透过几兆几兆的一个基础建设 透过那种方式 来让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开始动 动了之后 甚至进一步的 让整个全世界经济 都脱离了一个金融海啸的一个谷底 没有想到这一次 中国竟然虚不受补啊 大家全不管是企业 或者是个人 没有人敢花钱 就算你的借贷成本降低 就算你的一个 还房贷成本的变弃了 但是还是没有人敢下去 贸然的买房 因为大家都认为 未来中国经济只会更差 没有最差 不断的差下去 而且中国经济的 已经开始陷入一个 低平缓期的一个成长方况 所以大家预期对未来 都是没有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降息政策 你的降准政策 你的不断的印钞票 注资政策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它的正面应该有的效果 那不这么多可怕是 中国所有的政策工具 都没有效果 对 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比 像是以土耳其来看 事实上土耳其 他们过去这一段时间 也是透过不断的降息 跟降准的一个方式 来让它的经济 呈现一个成长 而土耳其这个方法 确实是有达到 它的一个效果 包括什么 我们都知道 它不断的一个货币贬值的情况 像我们前一阵子 日币一直贬的情况之下 日币一直贬 台湾人就会想去日本玩 所以它就会进一步 会带动它的一个观光 带动观光之后 它的一个 包括它的就业人口 就会增加 包括它的GDP 就会成长 那土耳其也是 目前也是呈现这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 很有趣的是 所有的一个正面效果 在中国 都没有 都没有出现 就算它中国的汇率已经开始扁了 就算中国不断的全面消费已经变便宜了 可是你发现观光人潮并没有因此而出现 大家大量的外国人还是不断的撤离开中国 所以这才是整个经济上呈现一个脱钩 还是中国经济如无底洞 没有办法解决最主要的关键 好 董事长 现在法国世界报局在讲 阿里巴巴帝国居然面临解体 它的中国的经济开始很下滑 我的消费力很下降 不单的消费力下降 我还所有的企业一块的内卷 一块的竞争 这个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 这个法国世界报 这不愧是世界大报 它的定义是什么东西 定义是中国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才是关键的一句话 怎么讲呢 因为你要反过去看中国的经济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第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习近平的时代来临 是他第一个的大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共产党的经营国家的方针 在习近平手上 都有一点反骨的现象 回到传统的共产党的概念出现了 明左悟右 然后临左悟就是个概念 但是还有更恶劣的想法 就是共产党他不太管这个玩意 他先管政治斗争 再管经济发展 他没有什么经济发展 这一套的概念 所以习近平是个非常特殊的 他不确定他的经济政策 到底是什么 我想讲 然后第二个你要反馈 过去看过去的三年的熄火 所带来的灾难 这才是大问题 就所有的外商也跑了 出口也衰退了 但是因为这一波他有降息 所以他出口的价格有降低 所以对美国对欧洲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有对防疫制通膨的效果 这个有贡献 他可穷惨 他惨了 他是把肚皮 肚皮而紧 然后美国人享受了一点 他这个中国货进口 开放一些中国货进口 可以降低他的一些的通膨压力 这个倒是不错的一个 对于世界上有 对美国有这个贡献 但对整体来讲的话 出口衰退 出口衰退 美金资金减少 然后第二个衰退 直接投资衰退 因为直接投资跑掉了 他自己本身的投资跑掉 所以他的美金的外汇来源 是来自于一个是出口 一个是直接投资 这两个通通衰退 然后第二个是谈内需 内需的话分两大类来 分三大类来谈 一个是国家投资 一个是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就是慧生刚刚讲很对 占了五分之一 他房地产的总量 占他整个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二十 你现在降息有什么用 降息我前面没有消化掉 我前面的保房保房 我还没盖完 保房的人他还选择性 他是保交房 保交房是选择性保交房 所以现在老百姓吓坏了 很多在北京 在北上广的年轻人 我现在不敢买房子 为什么 我前面的房子买 交了钱 你跑掉了倒了 我怎么办 烂尾楼太多了 前面还不见得烂尾 还在纠纷中 然后你新的 没办法交屋的房子 对啊 我那我怎么敢买 所以你现在推新屋 新案之后不敢买 因为最大的消费是 是房地产 火车头嘛 这个房地产整个是冷冻的嘛 所以这个怎么会有效果 你后面搞阿里巴巴 卖一些花生米 卖一些成衣 那个这个帮助不大啦 对不对 所以整个 然后第二个是国家投资 国家投资钱哪里敢投资 没有钱了 国家不是欠钱 地方政府到处欠钱 薪水打折 这个发布 这个有很多扣薪的 一大堆的 在什么 离医护人员都打折 三成五了 到处公务员都打折嘛 所以这实际状况 那这个情况 能够在短期之内 能不能恢复 不能吧 我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是 好像这 现在这一次降息降水的幅度都很低嘛 并不会 背水蓝 背水蓝就 背水车薪 背水车薪 那揪不了大局 所以我看法 就是把这个整体下来包起来看的话 我刚刚讲了嘛 出口 出口 然后直接投资 萎缩 然后房地产 五分之一的总量 现在前面还没有消化 然后才不敢买房 然后国家投资 地方政府欠钱 那是怎么搞 你再有 所以你就光用你的财税工具 想要去刺激经济的可能性 不大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方法 就要整个GDP 要整体成长 5%不够 可能到8% 可能到7% 要花十年 八年时间 把整个经济的结构 要把它调整回来 这个有可能 不可能 因为美国在对付你 对 非常困难 现在的情况 好 所以另外一个 现在中国的有钱人 有一个讯息 把他们给吓死了 因为瑞士现在做一个公投 他要增加企业税 哪有说今天透过公投 我愿意增加税收的 瑞士大概是全世界第一个 但是你说在增加企业税的时候 为什么 是冲着中国而来 对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很多 为什么会把钱存到瑞士 因为瑞士的银行最安全 再来说瑞士很多都是 很多执行的这个状况 都是免税的一个状况 但是问题是 现在瑞士通过一个公投 投一个法案 因为我们让美国 再推一个最低税负 就是你企业 或是要缴 个人要缴一个最低的税额 就没想到他们就通过了 通过之后 结果没想到 现在变成是怎样 现在未来 很多的这个状况来说 你必须要缴税 那缴税来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 你要缴税的时候 你可能个人的 或说所有的受益者是谁 你可能被迫就要 贪在洋工之下 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这样 以前不用缴税 所以我可以藏在黑暗的地方 一缴税很多东西到透明了 透明中间 现在最大 最大黑数就两个国家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就大家点名 为什么中国很怕 因为中国 万一真的要缴税 我要被迫 很多公司 海外公司都必须要 清楚的知道说 这到底是谁的公司 那事实上 为什么瑞士政府 曾经都没有公布过 但是UBS这个银行 曾经公布过 他说瑞士银行里面 有非常多中国政治的精英 还有子女在设立这个账户 那不只这样 我们之前包括巴拿门文件 很多文件都有说 有两万名来自中国 还有这个香港的富豪 拥有所谓离岸公司 两万名 那甚至还有一个网路盛传说 有一百名中国人在瑞士 存了这个1.12兆美金 所以他就讲说 很多资予到海外流血的话 就是要把钱转到瑞士去 但问题是 你说一百个人 对 存了台币34兆 对一个人存三兆 你知道多夸张 一个人存了这个 三千万 很夸张的数字 那事实上现在就是这样 这些如果真的 完全都要揭露的话 你就知道 大家很多人可能真的被迫 要这个知道他的这个最后受信 也是谁 那不是只有这样 俄罗斯现在也是穿蛋 所以现在整个两个国家 俄罗斯跟中国 很多富豪都是 哇很担心说 真的这个瑞士这样下去之后 开始实质之后 这些可能全部都被迫要 瘫在阳光下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讲 像过去那段时间 瑞士也的确变成是 中国企业很爱去的地方 因为第一个 瑞士对中国的态度 没有那么的糟糕 所以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 他们都会到瑞士去发这个GDR 就是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发 发所谓的外 这个募集资金 最最想去的当然是香港 第二个想去的就是瑞士 瑞士比美国还多 对 双方瑞士去发了很多的GDR 然后一共融资也非常多 去年一共融资大概43亿美金左右 所以的确是非常多 甚至你看连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原本 他也想要到这个瑞士去挂牌 因为为什么 因为瑞士这个 我可以募到外资的这个资金 然后我当地的税负又低 然后我可能可以想出一些好处 可是问题是现在 现在假设瑞士真的 最低税负值给他弄下去之后 这些完全都没有 没有之后怎么办 没有这个中国富豪 可能又要开始找其他的地方 问题是现在美国 他就用这个 他的最低税负值 他要求每一个国家 你这种免税的经厂 你都给我弄上去 弄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到时候 这些所谓中国富豪 你还能够在全世界 其他地方藏钱吗 难度都会大幅的增加 根据统计 他们调查 有五到七成的消费者 不愿意多买 也就是说 他的买器没有往年还要多 而且少的人是少五到七成 很多人一觉睡醒 才发现昨天是双11 少五到七成这么多 所以以前双11的话 是满满快递都是处理完 半夜都处理不完 还用乱丢乱砸了 你说以前我的集站场 我是满坑满谷 现在我的集站场 这是以前的集站场 现在什么都没了 现在空空荡荡 而且很多快递小哥 以为今天会忙得要死 双11那天会忙不完 结果闲闲没事做 待在那边等工作 都没有工作 很多上班族是睡醒才发现 我昨天没有买东西 因为根本也没有钱 今年的双11 变成一场生存游戏 大家只是想尽办法 在这有限 因为少了五到七成的消费利润 订单变少了 只能做什么 我是最低价 甚至我破盘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 现在变成了生存游戏 真的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钱是水 这个钱也是空气 当你这个水跟你这个空气 越来越少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要拼命抢 要不然就是 我真的要节约开销了 你要吸那一口氧气 才活了下去 京东商城是一个 一万亿 一兆营业额 竟然为了一个烤箱 闹出活生本 大家 对 道于他双方怎样 都不重要 只是他想最后出一个 律师来告诉别人 我即便又补贴 用折扣 用强迫了 我就是 全网最低价 他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印象 可是烤箱人 带他多少印象 不重要 而是他今年营业额 能够把订单抢下来 最重要 不是 你说你京东 这么大的一个厂商 一万亿 一万亿的厂商 他居然 跟一个叫海事公司 卖什么 卖这个所谓的烤箱 卖烤箱居然就知道 我当时在互相打官司 打官司以后 互相律师喊 律师喊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我真的便宜 对 我的烤箱即便又补贴了 我还是卖299 这个行销所 那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全中国网民最便宜的 就是在丁东 口袋有最后剩下的钱 要买东西 你就是到京东买 中国今年 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怕今年农历年 重新上演 2008年金融大海啸 那时候很多老板 做了什么事 趁着农历年 一个跟员工说 我到厦门去看客户 另外一个说 我回台湾省清 我弟弟还在厦门 结果很多老板 连夜逃跑 把工厂丢在东莞 这是2008年的 成家兄弟 我那时候还到现场 趁着金融大海啸 景气最差的时候 在农历年前 两兄弟落跑 留下一百多个员工 没有领到薪水 所以今年中国 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竟然除夕 那个时间 不放假 除夕不放假 为什么 除夕是大年夜 除夕是真正 才是真正全家团圆的日子 可是 你担心这些厂商落跑 你担心大家趁着春节 大家回家的时候 你给我跑掉 所以今年 除夕不放假 所以今年就变成 你台商老板 或很多外商老板 或者是中国老板 你借口说 我回乡过年 我弟弟会帮我看 我哪个干部 可是两兄弟 是分别 从不同的路 甚至两夫妻 一个往东跑 一个往西跑 最后怎么样 货款也没缴 员工也没处理 工厂就摆在那边 摆浪 回来 员工回来之后发现 老板既然跑了 跑路了 所以今年中国 就大家在谣传一件事情 可能农历年后 双十一不是最恐怖了 而是这个年关 根本过不了 年关以后 很多人会跑路 是否也认为说 今年不放除夕 是因为除夕的夕 夕跟习近平非常类似 你不能除夕 就是不能除夕 可是你说真正的关系 关键不在这里 对 所以很多工厂在倒闭 甚至现在网络还传出 连台硕的福星不锈钢 今年年底 可能要收关 明年六月 正式要关门 所以中国的不景气 不止这个各行业 大家想尽办法 是剁手剁脚 想办法就是 把身体的机能维持下去 今年前三季 中国地方政府 总共发在 三十二兆人民币 等于是一百多亿台币 那我们来看这些 内蒙政府 没有还钱的时间 是在十一月九号 你代表中国已经花了一百多兆的债务 地方政府融了这么多钱 照样还钱还 那你融了一百多兆 到底拿去哪里 地方政府真的这么缺钱吗 你已经丢了一百多兆 我要活下去 老师的薪水 还是发不出来 那地方政府 怎么到了十一月 还是没有钱 这是中国最可怕的地方 是融了这么多钱 钱向无底洞 不断的丢进去 照样地方政府 没有钱 中国经济已经惨到 借钱都还不完 坑都填不满的地步了 还有这么惨吗 对 而且这么惨是 老师公务员 这些承报商 都没有薪水 连警察都没有薪水 那代表中国的消费力 会越来越糟 十月份的 中国的CPI跟PPI又出来了 可怕的是 竟然是食品价格在掉 而且猪肉掉了30% 猪肉头皮价格掉了30% 食品价格掉了4% 那不就通缩了吗 这比通缩更严重 是十月份是什么日子 十月份先是月底的中秋节 九月底是中秋节 再来中国是11长假 是花钱跟 端午中秋 跟过年是中国三大节庆 大家都要吃喝玩乐 接下来又有十天假期 消费力竟然没有上来 猪当然工艺会变多 但是大家养猪 要么就是为了端午节 要么就是为了中秋节 要么又过年 结果消费竟然继续往价 像CPI降了2% 代表怎样 中国竟然在过大节的时候 还是没有消费力 这才是最严重的 不是你碰到大节庆 你还是花不起 假猪肉竟然没有吃 掉了30% 食品也没有人吃 掉了4% 这是更严重的事情是 民生的基本的食用 连价格都撑不住了 所以10月份 这个CPI往下掉 大家才会说 中国的通缩 真的非常严重 公务员发不出薪水 容了这么多 还是照样还不出 再来连食品都没有人吃 可怕的是 今年的双11购物节 变成是一场生存大战 你金额没有公布 也就算了 消费金额没有公布 也算了 竟然各大平台在炒什么 炒谁的价格比较低 京东竟然为了个699的烤箱 跟一个网红炒起来 最后这个烤箱业者 海市竟然发一个 陈青涵说 那贺人补贴 京东自己补贴了 所以他卖299 是他的事情 炒成罗生板 可是 等一下 我这个是699 我居然去到了京东 变成299 对 299就违反这所谓的海市烤箱 给承诺给直播网红 一个最低价 他因为他有保证要给 这个夸张 699已经是打折了 699已经是腰斩了 你这个699腰斩 你好歹也有33多吧 就你699一下打到299 结果最重要的是 京东拿这个在炒新闻 最后由海市自己发一个 律师函说 这是京东自己干的 是自行补贴 用299人民币促销 可是他在玩什么游戏 玩的是生存游鱼游戏 是我要告诉所有人 灌输一个道理是 京东是最低价 甚至这个价格是我补贴的 没有直播网红比我低的 那就是在拼什么 拼最后 大家相信我是最低价 因为连猪肉都消费不起 连蔬菜都往下掉了 中国的订单是越来越少 双十一整个根据统计 他们大概5到7成的人 可能消费会比过去还要低 所以没有订单之下 他拼最低价 所以拼到最后是什么 他的营业额做最高 就是变成不只是杀低价 而是一场生存的游戏 就像鱿鱼游戏一样 死十个十五个 最后活下来就是京东就好了 而且你说 现在最大的难关 是春节 对因为春节更难过 中国大陆现在夸张的 美国砍订单之后 竟然有政治业者说 我从十一月开始放假 放到什么 放到二月二十七号 等于整个过年 我完全没有订单 因为他的失线 支都支不完 你知道在中美对抗的时候 中国的订单真的大幅减少吗 所以像钢铁纺织 这些相关出口业者 这个是一个纺织业者 直接宣布说 十一月开始放假 放到二十二月二十七 等于从十月长假之后 放到过年 甚至今年中国大陆 还传出一个消息是 今年除夕不放假 除夕不放假 很担心发生15年前 2008年金融大海啸的时候 很多老板是趁着农历年前 假装要回去过年 回乡过年 或台湾过年 利用过年农历年的时候 老板都跑了留下工厂 所以当年就发生了台商大王 现在很怕什么 中国大陆整个订单完全掉了 连过年工厂 老板都会跑了 把公司留在工厂里面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库存 有酌金人 整个双十一 再两个双十一 再几个双十一 都没有办法把库存销完 就可以担心 为什么除夕不放假 中国大陆很怕老板爬亡 中国车卖得很好 连美国车也要倒霉 这是拜登要害怕的地方 那这辆车其实是 真正的中国上海汽车做的 可是它其实标榜的 就英国血统 英伦血统 它其实是创立在英国汽车 叫明爵MG 可是上海制造车 怎么可以来台湾呢 对 它是把领主舰 运到台湾之后 由玉龙集团代工来 把它组装出来 结果它价格卖得非常便宜 它比台湾一般的同规格车 大概卖到十六万 便宜十六万 混动车 所以它不到一百万 一百一十多万 一百一十万左右的车款 它就可以比别人便宜 二十万 你就可以开到混动车 就是酸油电混合车 以及纯男油车 你就可以照自驾二点零 所以它现在价格卖得很好 又标榜是英伦血统 可是它百分之百 是上海汽车的零组件 上海汽车的技术 也就说它输出的是中国车子 结果它卖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 你看它成长百分之五百一十二 年增率 年增率 也就是说从去年开始 它一路狂卖 那时候我们说 中国生车来到台湾了 谁倒霉 你看福特汽车掉了百分之三十点九 Toyota汽车只增长百分之四 以前我们都说Toyota是生车 结果它才成长百分之四 但是大家都跟着倒霉 日本车倒霉 美国车也倒霉了 为什么 因为它卖得实在太便宜 现在还不是只是这样 因为是交不出车子 如果交了出车子 它会卖更多 你说是产能问题 需求这么高 对 所以全世界都哄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哪一张 它现在是全世界到处去输出 所以克莱斯的全中国总裁说 为什么它在卖 因为如果不卖这么便宜 中国车厂就要倒霉了 苹果走了 笔电走了 手机走了 订单跑了 我现在只好撑住汽车工业 现在有四百多万辆车 到处狂卖到全世界 你说中国现在 卖不出去 谁说我现在 有四百多辆车可以低价请销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辆 对 因为它有1500万辆的产能 是闲置的 你知道中国的汽车人口 就业人口直接是200万 而且如果你把周遭算下去 四千万人 因为汽车是火车头工业 等于它有一半的人 可能会失业 那它怎样 我自己不失业的话 我就输出失业 所以美国福特汽车 输出失业 对 美国福特汽车很明显 刚才掉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美国福特 现在在台湾 也开始可能要放无薪价 所以美国要不要跟他谈 当然要好好跟他谈 因为他现在干了什么事 你可以看 而且跟他讲的 中国最可怕的汽车 是不计成本的生产的 因为一个汽车功能 可以养20个整个供应链的功能 它其实创造就有力非常可怕 所以中国不会让他停下来 当然不会停下来 所以你看小鹏就很明显 营业额62亿 42亿 结果78亿 营业额一路往上增 车子越卖越多 可是赔钱 一样这条是赔钱 现在是本来赔23亿 28亿 38亿 你现在每年是狂赔 100多亿再赔 一年下来赔四五百亿 所以不断要增资 他没有增资的话 公司会倒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还是一路要冲下去 因为汽车工业 火车工头 你可以养多少人 养的是20倍的人 手机跑了 苹果跑了 笔电跑了 HP跑了 代额跑了 习近平能不低头吗 当然要低头 所以要拼命的撑住 汽车工业 所以现在中国的那个产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所以它的输出灾难 所以现在大家就担心 当年那种太阳能板的产案又会重新发生了 所以现在一样卷土重来 现在我想尽办法 新三样 太阳能板电池跟汽车是中国出口的新三样 结果你看 太阳能板电池卖便宜50% 一路攻城掠地 所以瑞士业者就说 中国这里空前的速度 打折抢战市长范围 一样输出灾难 现在欧盟吓都吓死了 当年太阳能板 只有被他打垮 现在好不容易 要重新爬起来 一样又来了 因为中国新三样就靠这个 以前有手机笔电 有广达 有红豪富士康 现在没了 能做什么 做这个 钢铁更可怕 钢铁出口量增加53% 好厉害 一半的在赔钱 难怪我们现在中钢受不了 对 增加53% 结果价格较60% 这在干嘛 这在清销全世界 你说中国现在的钢铁 等于说价格降了60% 出口增加53% 对 等于你降价在卖 而且已经一半在赔钱了 很可怕 而且中国钢铁协会是什么 我产量还要继续增加 这不是下指全世界吗 全世界要跟着倒霉了 所以习近平是在干嘛 因为我要稳住就业 五千万人被裁员 我现在能怎么样 我只能跟美国低头 求美国 如果我不跟他和谈的话 我这些工作会很严重